女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遭遇陌生男子绑架 她奋力地挣扎着 却很快便被制服 她被绑住双手堵上了嘴巴 带到了一个公共浴室 绑匪麻利地扒掉了女人的衣服 抄起马桶刷就给她洗脏 女人开始放声大哭 声音引来一旁的男人打量 她只好停止哭泣 用手遮住最后的尊严 随后被绑在了轮椅上 见到这里的负责人 她自称院长 说这里是精神病院 女人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她好端端一个正常人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她拼命挣扎想要解释 被堵住了嘴巴也只能发出乌液 而院长仿佛看穿了她的心事 女人听完十分恐慌 失路的头发搭在脸上 瞪大的双眼饱含泪水 院长便在不管事 主妇手下将人带下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 只要一有反抗 等待她的就是一顿毒打 新来的护工看不下去了 喂药的时候多说了两句 女人却抓住了生机 拼命地跟她解释着 但是在这种地方工作 怎么能不知道患者情况呢 女人快速抢过纸笔 在上面留下来的电话号码 护工仍不为所动 之前的手下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面对迟迟不肯吃药的女人 她采取了暴力手段进行投喂 男人的怒吼和女人的抽气声 回荡在整个走廊 到了排队检查的日子 她被一个短发妹缠上了 女人闪躲着她轻易的动作 短发妹却告诉她 自己在家被闯路的人带过来 瞬间引起女人的共鸣 她还告诉女人 住她隔壁的男人 或许知道怎么能够逃出去 重燃了女人的希望 院长装模作样地做着检查 女人还想开口解释 却被加大了药剂 又带回了房间 深夜 女人正在构思逃跑计划 却被身后一阵悉数打乱了思绪 却突然发现 有一只手从背后伸了出来 原来墙上有一个洞 隔壁的男人不断骚扰着 女人也只能躲在墙角 暗自抽气着 她并没有放弃逃跑的念头 但是每次都轻而易举地被抓回来 她开始放弃希望 只能使用最后一招了 她敲响墙壁 向隔壁的男人发出求救 她并不会轻易大告诉女人 而是要她去浴室 只有这样 男人才肯将密道告诉她 女人走进一间浴室 里面传来稀疏的流水声 显然这里不止她一个人 她缓缓朝里面靠近 猛一把地掀开帘子 里面却空无一人 男人却从背后钻了出来 一脸陶醉地贴着女人 随后更是猥琐地靠在肩膀上 女人强忍着不适 并没有做出反抗 这也使得她逐渐放肆起来 但是女人也不是好惹的 在男人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后 趁着她放松警惕 给了她致命打击 男人跪在地板上 痛苦地哀嚎着 原来这里是家精神病院 女人却是个正常人 为了能够早点逃离这里 她答应了男人的邀约来到浴室 只因她知道哪里有密道逃脱 在得知密道在院长办公室后 她立刻教训了男人一番 哀嚎声音的其他人纷纷围观 就连院长也惊动了 她则趁机溜进院长室 不断地翻找着密道 终于在柜子后面 找到了一个洞口 不想逃跑过程中发出声音 被院长发现了 逃出来后 面对街上人潮涌动 女人步路蹒跚地走着 突然黑衣人又追了上来 女人见状撒腿就跑 终于拐过这个街口的时候 拦下了警车 女人以为上了警车后就安全了 没想到警察又把她带了回来 这时候院长暴露出了她的本性 原来这家打着治疗精神病的医院 竟然被地里做着器官倒卖的交易 就这样被院长割走了肾脏 新来的护工良心发现 打通了女人之前留下的号码 电话那头则是她的男朋友 当她赶到现场时 看着手术台上的女人 心里止不住地愧疑 背起她就往外跑 不曾想院长和其他人堵在了外面 他们控制住了男友 而疯疯癫癫的短发妹 却在这时进去了院长办公室 点燃了里面的物品 等到他们发现时 火室已经变得不可控制了 可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使院长冒着危险冲了进去 女人趁机扶着受伤的男友 正准备逃出去的时候 满身是火的院长 却突然冲了出来 抱住了男友拉进了火海里 只剩女人留在原地 痛苦地哀嚎着 滚滚浓烟从楼顶冒出 大火最终还是吞噬了所有的一切 女人被人搀扶了出来 原本以为事情就此落幕 不料一年之后 一个男人的拜访 告诉他 竟然是他的父亲 亲手把他送进的医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男人意外获得一本日记 日记的主人是个精神病人 但是日记里的字里行间 都透露出他是个正常人 在医院饱受非人的待遇 病人逻辑可不会这么清晰 而他所在的医院 却在一年前发生火灾 男人很快嗅到了伤机 揭露精神病院关押正常人 这样的题材一定能够爆火 他和助理便展开调查 可诡异的事实 在调查资料里 无论是工作人员名单 还是患者名单 都找不到女人的名字 这激发起了男人的兴趣 他开始着手调查 却意外发现 女人在火灾当天 卷入了一场命案 而死亡对象竟是他的父亲 随后便找到了女人的踪迹 他在一家医院接受精神治疗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 他的母亲在婚找到这个继父 是当时的警察局长 所以当时局长死亡也是个大新闻 根本没人关心一家医院着火的事 可诡异的事实 精神病医院院长和他继父 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一个大胆的想法产生了 继父亲手将养女送进精神病院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他们找到曾在医院就医的患者 只可惜患者早就离世了 患者的女儿告诉男人 父亲在住院治疗后 肾脏不见了 他们去提起诉讼 却被威胁会以污蔑罪指控 而不得已撤锁 男人找到了自己领导 告诉他此行的目的 这样的话题一定能够报复 领导也同意了他的做法 节目播出后 效果达到了男人预期的目的 为了弄清楚整件事来龙去脉 男人再次找上女人 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继父一直利用植物质变 疯狂地进行敛财 还从小就对他做出禽兽行为 为严堵住悠悠众口 就将女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女人的男友为救他而葬身火海 从火场里出来的女人 见到了一脸恐慌的继父 随后便尾随回到了家里 意识到事情即将败露的继父 在酒精的麻痹下选择了自杀 男人最终将完整故事报道出来 节目收视也达到了巅峰 迫于舆论压力 仅听出面道歉 女人也因此被无罪释放 男人将女人送回了家 而女人下车后的一番话 让整件事反转到高潮 原来整件事的主人公并不是女人 而是女人的母亲 为了独占她的财产 继父伪造精神疾病证明 将人送进了医院 这也解释了男人调查 找不到女人的住院记录 因为真正住院的是她母亲 所以赶到医院救助母亲的人 正是她本人 医院燃起熊熊大火 院长却拼死将母亲拖入火海 当她被人扶出医院的时候 刚好看到慌张离开的继父 她便一路尾随 一枪结束了继父恶贯满盈的一生 女人曾想找男人曝光这件事 但是当年事业如日中天 男人并没有理会 所以她伪造了日记本 将她寄给了男人 等到男人找到她时 一切都按照她的计划走 女人也得以洗脱罪名 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 电影故事情节紧凑 结局更是十分反转 选题上也是巧妙地抓住了 社会热点进行创作 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 而不该成为极少数人争名夺利的工具 在面对不公的时候 我们应该大胆地去发声 要相信我们的法律 是站在正义这边的